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大家的配合 上课的气氛比我在大学还要热络 我佩服大家的求知精神 六月天三十几度 又没冷气 然后大家还眼睛那么的炯炯有神 最后一个五十分钟 除了这个档案我留在这边了 包括有一些副档 其实那些 我也是都是 有一部分是我自己的经验加上去的 很多部分都是公开资讯 所以没有什么著作权什么东西的 也欢迎大家去多了解 为什么 因为不管你是各行各业 我是觉得预算就是体现一个政府 他用我们社会资源 他到底负不负责 用了多少 他怎么样去维持他的一个收支平衡 这很重要 因为负责任的政府 不可能这样子的一个挥霍 因为资源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 一定要把它做最大使用 就刚刚我第一小时跟大家讲的 这个是在大学里面 最直接有关跟预算有关的 叫做财务行政 如果说要看专业的教科书的话 财务行政 是跟预算直接有关的 然后行政学里面有一种是说预算的 财政学呢 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所以直接有关跟预算直接有关的 叫财务行政 就是钱财的财 事务的务 行政 财务行政 专门的说预算 要怎么编 怎么审 怎么执行 它的一些法律的依据 财务行政 本来我出国是要讨财务行政 美国有几个学校财务行政 很强 它是在公共行政里面的领域的一部分 一个分支 因为公共行政基本上是关两项三项台事 一个关人 人事行政 第二个关钱 叫财务行政 关土地就是土地行政 所以一般大学里面 我都勉励学生说 政府可能会改朝换代 会政党轮替等等 但是政府只要存在的话 三个系的学生绝对不会失业 公共行政系管人的 财务行政一般是重大的 就是税收是财政系 以前我做学生的叫财税系 关钱的 第三个关土地政大也有 叫做土地行政的 叫地政系 人 土地 钱 政府里面 当然一个政府一定会有主权 这主权不管是怎么来的 一定要有人 有他的人民 有这个代议的议员 有执政的行政人员 一定要有人 你一定要有人民 人民你政府一旦开始运作的话 签怎么来 就是财务行政要去找的 你要去编的 当然一个国家 除非是天龙国 虚拟的国 不然一定会有土地 政府一定会在某一个土地上面 落脚在那边 你土地的一个使用分配怎么管理 这也是很重要的 好 这个是预算 有它的一些限制 所以档案可以大家参考 那刚刚也有 这个我来的之前呢 怕这个自己 或是电脑当机 所以有预备了一些工具 就是把这些奖意呢 把它印下来 二十几页 刚刚也交了其中一位学员呢 这个印出来了 所以你们也可以参考 那有带那个随身碟的话呢 就可以下载了 希望对大家的这个明天的考试 有那么一点帮助 那考试还是要把进度讲完了 所以这个我们先继续往下讲 这个预算组成我们刚刚讲过了 我就不再多说 这个很重要 预算要怎么审议呢 就是 这个议会机关啊 立法院 地方议会也一样 对于行政单位所提的预算案呢 不能够把它膨胀 不能够做为增加支出之提议 就是说预算呢 行政单位提出来的 那个是最大可能的范围 你立法机关呢 不能够说 哦 这个很重要 经济建设支出怎么编那么一点点 要增加 这个是现在是定在中华民国宪法里面了 行政机关所提的预算 不能够做增加支出的提议 所以那个预算案 所以我们会看 那个最后三读通过的法定预算 一定会比那个预算案呢 还要小 不会比它还要大 那就是要符合这个规定 不能够做增加支出的提议 这刚刚讲 审查的经过呢 你看那三个人一定会站在 那个什么 背询台里面 中间是行政院长 左边有主记长 那个目前是一个女的 石主记长 财政部长呢 是我们的一个学长 蛮优秀的 这个这两年呢 当救火队呢 也帮政府 在我们的这个什么 最近这几十年来 很少的财政部呢 在努力的 在帮政府 在多加税 因为那个是不讨喜的工作 那这个 你不加税的话 那些财务的赤字会 越来越大 那个就像什么呢 就是家里如果漏水 剩水的话你不赶快把它修补的话 会越 那空会越来越大了 所以要做及时的防堵 所以这三个首长 一个编织出 一个编入的 要做税出税入 跟总计划的一个 编制过程的一个报告 那 预算要怎么审 这是大的方向原则 要注重税出的规模 就是跟以前年度比 它那样的一个增加 合不合理 它那个预算书 后面都会有说明 它跟上年度的预算 是增加减少 理由是什么东西 所以要注重税出规模 更重要的 负不负责 是有结余呢 还是短处 那这个计划执行下去之后 它有什么绩效 那我没有再讲 预算制度呢 有些说大家有听到 叫做绩效预算 那美国呢 这个国防部 很流行采取的叫PPBS 设计计划预算制度 那其实我们的预算概念 这个P呢 指的是设计 计划 budget system 这是美国国防部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系统的一个 叫做命令系统 我们的记忆 其实你看看我们介绍了半天 我们的预算的行程 设计计划预算制度 先有施政方针 有施政方针之后呢 再有施政计划 有了计划之后呢 这个计划怎么完成 钱怎么来 这是一整套的体系 这是一个最传统的 你看财务行政里面 一定有这个名词PPBS 它代表就是设计计划 这个P呢指的是Planning 这个P呢指的是Program 设计计划 budget system 美国国防部所创的一个预算制度 那有些时候你也会听到 叫做Zero Base 零基预算 没有基础 没有基期的 零基预算 我们现在编的预算呢 都是按照去年 以前年度的基础呢 再这样子 把它这样层层架构下去 我们不是全然采用零基预算的概念 所以美国有些的一个预算学者呢 曾经也提出来说 一个政府呢 每一年每一年都要什么 归零 重新开始 不是说以前年度执行计划的今年就 以前浪费的今年要继续浪费下去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蛮重要的概念 所以这两个 那大家还有所谓的绩效预算制度 那这个在公家机关呢 早期我们在采用设计计划预算制度之前 也是包括现在我们的预算 都有这个绩效预算概念 那绩效预算是什么呢 就是去年度执行的还蛮不错 今年呢继续加码执行下去 这叫绩效 零基预算是什么呢 就是我每个单位 每一年都要重新去抢那个资源 我资源只有那么多 一兆七千亿的收入 那哪个机关会变得比较多 就看你提的计划够不够优先性 够不够绝对性必要性 所以这个有它的适用的一个叫做基础 所以这个是学理上面 有这三个不同的预算制度 设计计划预算 零基预算 或是绩效预算 在这边我没有特别提到 因为讲到计划绩效的话 顺带跟大家提 这边讲义里面没有的就表示 其考试呢 考题也不会考这些名词 只是额外跟大家再补充说 有这样的概念 要考虑到计划的绩效 然后呢优先顺序 优先顺序可能在零基预算里面 更可以表现出来 大家都公平年度竞争 好 这个既然大家都可以有讲义 可以这个事后可以参考 可以下载的话 就不用操了那么多 我就可以讲的稍微快一点 总预算要在会计年度开始 一个月前由立法院去议决 这个我们立法院呢 这十几年来 一直都是在做违法的事情 违反预算法 它从来没有在12月初之前呢 审完 年度开始两三个月内呢 三读通过就已经很有效率了 所以大家以后当议员的时候呢 这个还是要讲究绩效的 当然也不能为了拼绩效呢 用包裹表决啦 该花时间努力审的还是要 所以我们的法案是规定说 年度开始前呢 要一个月前由立法院议决 然后呢15天前公布 这个是一个正式的法案 当然预算里面有一些机密的部分 是不会公布的 所以我们在网站上面 至少我可以看到 你我可以看到的呢 都是非机密的部分 那个机密的外交跟国防的部分呢 只有那个立法委员 委员会立法委员可以看得到 我们一般社会大众也看不到 所以那个部分大概占预算呢 可能不到百分之 据我所知不到百分之五啦 所以开始前一个月 原则上面 但是呢都 那当然这边有讲啦 如果不再 没有办法在期限内审完的话 那政府不可能停摆啊 说你预算还没有通过 政府呢 美国的政府就这样子哦 他的预算还没有通过的时候呢 他联邦除了那个国家安全 国土安全 不然的话 包括我们在台协会啦 或是他的那个 呃这个有一些 跟安全没有关系的行政机关 就关门了 为什么呢 因为预算没有通过 那我们这边 从来政府不会关门的 那怎么办呢 收入的部分的话 暂时按照上年度的标准 该收的税 该收的收入呢 按照上年度标准 或是实际的发生数呢 去做收 不能说啊 等预算呢 通过之后呢 才政府开始收税 那政府呢 一定会跳票 所以这个是弹性的一个做法 支出的部分的话 如果你是一个新增加的计划 或是呢 新购买的资本设备支出的话 一定要等到预算完成通过之后 才能够开始去做购买动用 不能够没有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 立法院一直不通过的话 你只能做什么呢 以前年度例行的计划 按照上年度的数字呢 去动之 等立法通过之后呢 再去做分配跟调整 所以这些新增加以外的计划 原来的计划呢 或是已经获得授权的原计划 或是上年度的一个执行数呢 就是照上年度的一个 它不是一个新的计划 比如说公务人员薪水 假设今年公务人员要调薪 民国104年公务人员要调薪 但是104年的预算 在立法院还没有三读通过之前 公务人员是不能调薪的 为什么 它不是一个原计划 它是一个新增加的计划 调薪是一个新增加的计划 那你只要按到旧的薪水 顶多立法委员审查通过之后呢 再去做补发的动作 你买新的设备 设备整修也都是一样 新兴的资本支出跟新增的计划呢 要等立法院通过之后才可以去动支 这是遇上没有通过的一个补救办法 收入部分 支出部分 这跟前面那是一样的 以下呢 这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 这些计划的支出 在科目之间 不能够 这个 无限度的去留用 科目的留用呢 有一个最大的限制 不能够留到用人费里面 就是说 原来立法机关 所审议通过的预算 行政机关呢 在执行的时候 在分配预算的时候 计划的科目 项目 业务科目 用途 有一个科目经费不足的话 其他科目有剩余 可以办理留用 但是留用呢 有数额的20%的限制 但是更重要的是 你不能够自肥 自肥到什么 也不能够留为用人费 而且经过立法 议会机构 删除或删减的预算呢 不能够 从科目之间留用 也不能够动用 刚刚我们前面讲的 预备金 然后 这些资本预算 投资计划 重大工程 有超过四年 没有 动用 就 你的计划呢 编在那边 但是呢 框在那里而已 你也不去用 这个是让资源的冻结 所以超过四年 没有动用的 重大工程 投资计划呢 这个预算 就要重新审查了 所以 包括像 核四 的重大工程 假设呢 它 停建四年之后呢 那个理论上 按照这个预算法的精神 它是一个 各机关重大工程的 投资计划 超过四年 没有动用 但核四呢 它每一年每一年 都有一些 有在动用 只是重要的一个设备 还没有装下去 所以不符合这个 它说 重大工程超过四年 完全就没有动用的话 那那个预算 它的预算 一毛钱都没有用 可见它不是那么急迫性 所以它的预算 要重新审查 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 预算的限制 还没有使用的部分呢 可以转到下年度之用 这个是 这个重要的名词 有两个 一个叫什么叫追加预算 什么叫做特别预算 这两个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追加预算是说 原来的预算 经过立法机关 三读审议通过之后呢 后来在执行的时候 发掘有底下的情况 不够了 所以它是原来预算规模的扩大 注意 追加预算是原来的那个饼呢 做的不够大 为什么不够大呢 因为 法令增加业务 或增加经费 增加新的机关 在年度进行当中 新的机关呢 蹦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呢 那个机关的预算 业务的支出 就要提追加预算 原来的预算不够用 原来没有考虑到 这是法令的变动 然后有重大事故呢 超过原来法定预算 追加预算也是一样 那个主计单位呢 要提一个追加预算的一个法案 经过立法院要三读通过 不是行政机关呢 说我要追加就可以追加 也是一样要经过三读的程序 然后呢去增加原来法定预算的规模 所以大部分都是有法原的依据 跟重大事故 原来编的不够用 所以它是原来预算规模的扩大 这个叫做 要去选家 追加 那追加通常不会到年底的时候 年度进行当中 有可能发觉原来编的不够用的时候 那当然 立法机关就要严格把关了 免得行政机关 这个 先编了一个比较小一点的 后来呢说我要追加 所以这个有 这个 民意机关把关的一个 这个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 那同时 你提追加支出预算的同时 你的经费怎么来 你也要增加收入的预算 不是说我只是支出要增加 那增加支出 我可能说从税收有操增 或是说我发行公债 来满足追加支出的一个经费 好 第二个不一样的预算呢 它是一个独立在原来预算的一个概念 叫做特别预算 名字 名称上面就是说 它是独立在年度预算规模之外 所以它跟原来的预算是两个 是不相干的 无关的 各自另外的一个一套预算 那过去我们提 这个中央政府呢 有提了十几个特别预算 921的时候 SARS的时候 莫拉克风灾的时候 甚至包括发消费券 振兴经济消费券发放 那个800多亿 它不是在原来的预算规模把它扩大 另外提了一个特别预算 叫做振兴经济消费券发放 特别预算 也是一样 内政部跟主计处 找钱的单位就是财政部 其他部会没有直接相关 那就编 编了之后送到立法院 完成三读 所以在民国97年底 编列98年1月才发放 然后在那个选举的时候呢 一起跟着那个选务工作呢 在做发放 那是一个特别预算 独立在原来的年度预算规模之外 那当然要提特别预算 有这四个情况 国家紧急设施或战争 那这个是不可抗力 第二个呢 国家经济重大变故 这个重大灾变 像这些风灾 这个疫情灾害等等 不定期或数年一次的重大正事 也可以提这个特别预算 有这四个条件 所以概念上面 是说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 重大灾变 你原来编预算的时候呢 也没有任何的征兆会发生 这个时候呢 包括我们的什么呢 治水防洪 石门水库的一个整治 都提过特别预算 好 政府的债务这边 给大家看 我们还算 还算好了 日本的 中央政府债务没有偿还余额 占它年度生产的比例 超过 百分之两百 两百一十二 那这个你看看 它是从什么开始恶化 十几年前 它的房地产泡沫之后 本来它债务没有那么大 越来越大 但是我预期啦 应该今年明年开始 应该会缩水 为什么 四月开始它不是提高 这个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里面 有一支箭提高消费税 告诉大家 这个已开发国家里面 就是台湾跟日本的消费税 税率百分之五 转世改 这个等级的国家 最低的 这是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安倍政府就看到这一点 因为大家消费的时候都会比较快乐 快乐的时候政府呢 对你刻一点税呢 你也不会因为这样子 少去外面吃一餐饭 增加所得税呢 抗拒力会很大 消费税呢 是一个快乐的一个租税 所以为什么欧洲国家呢 它的一个税收里面 百分之三四十五十几都靠消费税 我们国家呢 这个不太重用消费税 这是未来一个可以考虑的空间 所以比起来 比起日本 英国 美国 跟新加坡 我们的中央政府 大概只有三十五点五 就是它的一个未偿还债务 还算安全的 还没有量警示 那政府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叫做债务中 政府举债的一个限制呢 这个是 叫做 政府什么时候可以去借钱 可以借多少钱呢 不能够超过前三年度的 刚刚我们讲的GDP 所以我们讲预算要讲到GDP 因为这边会提到 明目国内生产毛额平均数的50% 所以我们呢 有10 假设我们有15兆 15兆的50%呢 就是 7.5兆 政府的未偿还的 假设大概 前三年平均 我们说是15兆的话 最多 各级政府呢 就只能欠债 7.5兆 那这7.5兆怎么分配 中央政府当然多了一点 他要做的事情比较多 40.6 直辖市 为什么那些直辖市呢 想要 努力的去升格 因为他可以举债的空间比较大 乡镇公所比较少 50%里面只分到0.1 这四个加起来就50% 就是说这7.5兆呢 中央政府呢 可以拿到了有40.6% 40%的话就三兆多 中央政府的一个未偿还物呢 可以有三兆多的空间 这个是政府的一个叫做财政纪律啦 就是说不要无限度的去举债 最后呢这个政府要破产的话 全民遭殃 所以这个本来是48% 后来提高了两个百分点 就是最新的一个法规 103年开始适用的 不然的话就是举债的破表 破表是因为地方政府 那个债务节节上升 他的税收有限 然后呢这边讲了说 县跟乡镇市公所呢 不能够超过他的年度 总预算跟特别预算的 50% 25% 那中央政府呢 刚刚前面一页所讲的是 他累积的 为开始以来累积的 这个是年度 当年度 中央政府的总预算跟特别预算 每年度举债的额度 比如说每年中央政府举债了 2000多亿 有没有超过呢 不能够超过总预算跟特别预算 总预算是总预算 特别预算 假设你的总预算 比如说编了100亿 你呢每年举债额度呢 税出100亿 就只能15亿举债 85亿呢是要靠 你自己的财产啊 租税收入 这个也是一个财政纪律 一个叫做年度 这个叫流量 前面那一页呢 是什么呢 存量 就是 今年累月 累积下来 你的举债额度不能够超过 你的生产能量的 40.6% 全体是50% 中央政府分的多一点 那这个是一种 债务额度的一个分配 那年度的分配的话呢 就是这边 好 那这个给大家参考啦 好 最后一个单元 存无二十分 要讲这个是一个科目 叫做 75%中央政府的收入来自于税收 那我们现在政府到底刻了我们那些税 人民的租税负担又到底有多重 什么叫租税 就政府呢 为了达到政务支出的需要 或达到其他的行政目的 比如说社会政策 或是经济发展等等的目的 他都可以用租税的手段来调整 这个呢叫做财政政策 政府用租税的增加减少 来调整整个社会的经济状况 这个财政政策 比如说政府 就像我们开车骑车一样 你要踩油门 或是踩煞车 政府的经济要加速的话 就是政府呢 希望我们经济呢成长快一点 经济要怎么成长快一点 大家努力工作之外 政府可以做什么事情 政府自己多一点支出 或是政府呢 把资源呢还给人民 老百姓 怎么还 政府减税 政府减了我们的税之后 我们的所得就增加 所得增加之后 你一定不是把它用掉 就是把它储蓄起来 你用掉 你的消费 就会让GDP增加了 所以政府支出增加 消费增加 国内生产毛额 所得就会增加 政府减税 也是一样有这样的效果 这叫财政政策 那有什么样的一个政府 克了哪些税 租税负担呢 就是说 政府的一个税收 人民缴的税 占GDP的百分比 就是政府的一个 人民的租税负担 我们的税呢分为两级 地方税跟中央税 国税有十一种 地方税呢 是这些底侧 土地有关的 财产有关的 那古老的租税叫印花税 汽车机车的使用白照税 土地的拥有租税 地价税 土地转让之后价值增加的 土地增值税 田赋民国76年第二期开始 停了之后 已经政府呢对农地的拥有 不克租税 照顾农民 这是对的一个政策 房屋税 六月初开始 修法通过 自有房屋 第四户以上 房屋税税率呢 从1.2 最少会提高到1.5 不要看那个0.3哦 0.3就提高了四分之一耶 占了原来1.2 就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五 政府呢不鼓励大家 囤房 这个房屋税 气税 娱乐税 所以这后面有这些租税 租税负担呢 中华民国台湾地区是一个蛮幸福的地方 就是政府社会福利支出很多 人民的租税负担呢 只占GDP的百分之13都不到 12.6 就整个国家年度的生产成果里面 政府用税的方式拿走的部分呢 只有八分之一强 剩下的八分之七呢 都是由人民 私人部门在支配使用 北欧国家 计划经济国家 百分之四十几的租税负担率 所以这也是一个人民的一个选择 你要政府做很多事情的话 你很多的一个财富呢 就要由政府来支配使用 还是说 大家呢 不太相信政府 政府呢就用少少的就好了 然后呢大多数呢 我来支配使用 那这是刚刚我讲的 古典学派跟计划经济 两个不同的一个选项 那 各个税务 背后都有它的税法 最重要的一个租税 是所得税 一年收了我们 七千多八千亿 占政府一兆两千多亿的四分之三 是来自于所得税 所得税分为两个 个人部分 家庭 叫做综合所得税 立法院假设在今年 下半年 有效率一点的话 说不定以后大家 夫妻的所得 就可以分开计税 分开计税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我们的所得税 是采用累进 一加一会大于二 就是两个个人 夫妻个人的所得 加起来的 要缴的税呢 会按照现行的税制 会大于等于 你两个合并的一个 计税 所以个别计税呢 会比较有利 因为不会把你推到 比较高的 课税急剧 目前 刚大家申报完毕的是 五到四十 五级累进 103年开始的所得 103年才通过 105年 104年的所得呢 会增加一级 课税所得一千万以上 要被克百分之四十五的 边际税率 所以 这个是两个租税 最重要的一个租税 因为它税收贡献最大 遗产急证与税 这个是 死亡的时候的 留下的财产 被政府呢 克百分之十 民国98年 1月23号开始 在1月22号之前 王永倩先生 走得比较早 97年的10月 所以他的遗产 要最高被克到百分之五十 那 如果拖个 两个多月的话 到1月23号 修法通过 生效之后呢 就马上降为百分之十 这是政府呢 希望资金回流 造成我们房地产呢 这个 很热络的一部分原因 就是遗产正与税的 调降 这个不太重要的租税 一年这两个税加起来 收不到三百亿 这蛮奇怪的 整个国家社会有那么多财富 留下来 也有每年都有人往生 但政府收不到税 为什么呢 时间很长 大家早就呢 能躲能藏的 都藏的差不多了 所以呢 这个 所得发生的时候 政府就好好掌握 关税呢 是一个国进税 从国外进口货物 加值型营业税 这个是未来很有成长空间 目前我们政府税收 占第三名 就整个税务是占第二名 因为所得税呢 第一名是综合所得税 第二名是营利事业所得税 所得税是一个重要的租税 营业税也很重要 一年收2800多亿 蛮重要的一个 只有5%而已哦 那所以很多的一个小商店 将来你这个商店 如果经营得很好的话 千万不要太接受媒体的访问 说我一天可以卖1000个水饺啦 几百个包子啦 萊克量有多少 国税局呢 就会去盯你的营业税 看看你有没有开发票 对咧 在那个中校东路那边 华山市场有一家 很古老的豆浆烧饼油条店 就被开了 强迫要开发票 因为小店户呢 营业税是用一个固定的金额 不是按照你实际的营业金额 5% 一般税率 5% 日本呢 提为9% 我们还没有打算要动 但是当财政 政府的财政缺口越来越大的时候 营业税呢 有限度的从5%提高了8% 政府就可以增加了几百亿的税收 只增加了两个百分点 就可以应付国民年金 所以这个是很有发挥空间的 但是民生必需品就不应该要克5%的税 所以这个是一个交换的一个技巧 货物税是一个制造生产税 7种货物 手机不用备克货物税 再来 烟酒税 你经常抽烟喝酒的 这个同事们 学员们 这个你就对政府税收 就有点贡献 而且呢 那个烟呢 还要缴 这个健康捐 那证券交易税刚刚提过了 期货交易税呢 很小的一个租税 好 民国92年开始 这个有一个特种 不是92年 96年开始 特种货物及劳务税 这个就避免炒房了 也简称为叫做奢侈税 主要是土地房屋的移转 居多的一个租税 那地方税呢 里面有土地税 增值税 课税的一个计算基础的 一个不合理 鼓励短期炒作 所以呢 这个是有调整的空间 自用住宅有优惠 然后分三级 那土地税呢 的持有分这个累进 分为六级累进 从千分之十 百分之一 到千分之五十五 所以这个是 房屋税是房屋拥有 土地上面 坐落上面的建筑物 课了房屋税 明年开始 很多房子的人 房屋税准备要被调高了 那这是地方政府的一个 这个主要的一个税源 土地房屋跟土地增值税 这三个 那这个也供大家参考 最新的一个调高 你只要三户以内的 自住房屋还是一样 税率不变 三户以上的房屋呢 就从一点五到三点六 那这个是地方政府 立法上面有上下线的空间 地方政府呢 可以根据自己的职权 目前从台湾 从北到南 所有的政府都是从最低的 所以地方在较穷 其实是地方政府 不愿意得罪选民啊 他有很大的税收调整的空间 他不去调 房屋的造价已经提高了 那个 那个平定的基准 也不去调高 所以这个是地方政府的一个 怠惰不作为 我没有骂哪一个地方政府 从北到南 蓝的绿的执政都一样 那政府财政的恶化 人民要负一些责任 人民希望少缴一点税 所以行政官员要负更大的责任 监督的民意代表也要负责任 所以三方的 叫做历史共业造成的 最后就是再留子孙 这不太好 不太负责 那其他的税呢 大家自己参考 这个是税收 这个政府跟政府之间 怎么去拆账 税怎么分成 我就不特别介绍 这个财政收支划分法的范围 我还是留一点时间 跟大家互动 最后一个单元 很重要 虽然只有一张讲义 这个就是说 今天我们看到政府呢 看到不景气的时候 政府有什么工具 让不景气呢 快一点结束 就用这两个政策 财政政策 是收入部分是财政部主管 支出部分是各个部会 经济部为了刺激经济成长 农委会或是卫生福利部等等 政府借由公共支出跟税收的方式 来影响总体经济活动的成果 这样的政策叫做财政政策 就是不景气的时候 政府希望呢 景气赶快回复 所以呢就多一点支出 少收一点税 这样的政策叫做财政政策 用税收用支出的方法 少收税多花钱 所以这凯因斯讲的 不是我创的 凯因斯在1930年代的时候 美国经济大恐慌的时候 他说政府呢可以 做浪费性的支出 所以他这个是 讲的是开玩笑话 什么浪费性的支出 政府努力的挖马路也好 那这些建商就有工作做 有工作做做 他就会雇用劳工 就会买机器 买设备原料 政府呢举债 来做这些多一点支出 因为民间企业不愿意投资 消费者没有能力去购买 大家解一缩死 所以安倍 为什么要做这些改革 因为日本就陷入了这种 所谓的经济的一个不景气 物价呢不上涨 通货紧缩 所以他就用这样的方式呢 来把经济呢 重新注入活水 第二个政策呢是 主管机关是中央银行 叫做货币政策 用 重贴线率 公开市场操作 存款准备率 来影响货币数量 就像美国的联邦准备银行 放出美金 让利率呢 维持在零或很低的水准 影响利率水准 利率越低的话 大家才愿意借钱来投资 借钱来消费 只要大家愿意消费 厂商愿意投资 消费投资都是 国内生产毛额的重要构成 所以为什么中国大陆 现在以前要靠外销 来冲它的经济 现在呢要拼内需 因为已开发国家 消费支出 占国内生产毛额的 六到七成是正常的 中国大陆呢不到百分之五十 他都努力的生产财货之后 卖到国外去 那现在发觉 当国外不景气减少购买的时候 会冲击到我国内的经济表现 所以只有什么呢 叫做人住自住 老百姓愿意多花钱 整个经济 你想想看 以前我的大学老师告诉我们说 凯因斯也讲了 节俭是一个美德 但整个社会 大家都储蓄的时候呢 整个社会就会 经济就会萎缩 为什么 厂商生产出来东西呢 卖不出去 存货库存堆积如三 下年度他就不要增加资本支出 不要多聘雇员工 22K可能会变成20K 19K 所以如果大家多努力消费 政府多消费 家庭多消费 厂商就会多设厂 买机器设备 然后呢会抢员工 所以为什么大陆的劳工薪水会提高 因为厂商获利之后 其他的厂商想要设厂的话 他就用高的薪水来挖角 对咧 那现在我们呢 薪水回到十年前不涨 那是因为整个经济的活力欠缺 政府就用这两个工具 注入活水 四五年前发的消费券 有一点点效果 未来还继续要靠各个行政部门 财政部门 跟中央银行 透过影响利率 影响政府收支的方式呢 来促进GDP的一个成长 GDP的一个成长 就是下年度比今年度增加 这个才叫做经济成长 好 剩下三分钟 所以时间掌握的 不耽误大家的用餐时间 然后不晓得 疲劳轰炸了将近两百分钟 把大学里面有四个相关科目 这个是货币银行学 假设你要了解货币政策的话 教科书就是货币银行学 财政政策的话呢 就是财政学里面所介绍的 那里面当然税法的部分是一个科目 再来就是财务行政 那第一张投影片第二张投影片呢 那个GDP呢是经济学 所以告诉大家 大家已经修完了 这个大学里面的五门学分 大概算学分的话呢 应该有二十个以上 好吧 这个 在这边 先暂时打住 票贴 拿还没有到期的票据 向其他的人去贴席曲线 外面不是看到很多很多票贴票贴吗 你拿你的本票 别人开给你的本票 还没有到期 但是你需要现金 怎么办 你贴更高的利息给他 他把钱借给你 叫票贴 就是票据贴线 利息怎么算 很高哦 按日记息 不要随便去票贴 除非 除非 你拿到资金可以赚的报酬 比那个利率还要高 还有 千万不要随便跟地下钱庄借钱 他那个利滚本之后 很高很高的利率 除非你已经叫做 那个是最后救命的活水 帮你度过 没有那个资金呢 你可能没有明天的话 当然也知道 含累的去找票贴 不然的话 不要随便去票贴 更不要随便去跟地下钱庄 做资金 要资金的话 还是像什么呢 地上金融机构 先害亲朋好友 但亲朋好友呢 也不要无限度的去害 每个人都要过生活 银行 你有很好的构想 很好的计划 创业计划 找银行 找创业投资公司 找资本市场 不要不要随便去付 那个高利率的负债 利还会滚本 就是地下钱庄 所以很多 都是靠地下钱庄呢 想要这个什么 想要翻身 最后都很困难 对 差不多就是这样 这边讲的 保守一点 量入为出 偶尔积极的话可以 量出为入 你就多加班一点 多开创自己的事业 来量出为入 好不好 谢谢大家 非常谢谢我们的罗教授 他叫我们真的是知道国家的预算跟编列 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谢谢我们的罗教授 我们再用我们的欢呼好不好 罗教授 欢迎好不好 起来 罗教授 欢迎你 再次谢谢你 罗教授 谢谢你 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谢谢 我们现在准备吃饭 18 那个 谢谢大家